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张大彪原先是西北军第二十九军大刀队的排长 参加过长城抗战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 张大彪又率部在北平与日军血战了数昼戒 之后由于敌我历练悬殊 第二十九军被迫撤出北平 而张大彪就是在第二十九军南撤途中开了小差 当他回到家乡时 发现村子已经被日军烧了个金光 老母先也死在了日军的手上 为两个报仇 张大彪打算继续回到原部队 结果在中途遇到了正在招兵买马的李云龙 经过李云龙的劝说 张大彪加入了八路军心义团 晚短几年的时间 张大彪就因公省任为连长 营长 团参谋长 再来说说刑志国 刑志国在剧中的戏份并不多 他不像赵刚师受到了旅长的任命 才去独立团任职 而是突然一下就在剧中出现 并且直接担任独立团的副团长 关于他的个人经历 在剧中并没有详细说明 不过可以从剧情中了解到一二 这一点在下文中会提到 从张大彪和刑志国的职务上来看 他们一个是团参谋长 一个是副团长 都是副团级 另外 在解放战争时期 他们也同时被提拔为师参谋长和副师长 都是副师级 不过可惜的是 在全国解放前夕 刑志国和张大彪双双战死沙场 没能等到受险的那一天 这里我们不妨做出一个假设 假如张大彪和刑志国没有战死 那么他们大概率会被提拔为军参谋长和副军长 那么问题来了 为何说张大彪在1955年只能受大孝 而刑志国却能受少将呢 首先 资历的问题 刑志国的个人经历 虽然在剧中并没有介绍 不过还是能从侧面了解一些 在剧中刑志国称呼李云龙为老脸 另外 在平安之战后 李云龙曾请过孔杰和丁伟喝酒 这三人都是正团级 刑志国是副团级 明显级别不对等 居然也能同桌喝酒 这就说明 刑志国的资历应该很深 很有可能就是在红军时期参加的革命 而且还应该参加过长征 而张大彪是在抗战爆发后才加入的八路军 所以在资历上 张大彪要比刑志国差一大截 其次 职务问题 张大彪是军参谋长 刑志国是副军长 他们虽然都是副军级 但是职务上还是有很大区别 军参谋长只是军事指挥部门的首长 协助军长进行指挥 主要职责是整理战斗信息 为军长提供资料 并提出一定的建议 经军长受益之后 才能向下面单位布置具体的战斗任务 另外 在军部领导排名上 副军长也会排在参谋长前面 如果军长不在 副军长最有可能代理军长职务 所以在行政级别上 刑志国的级别也要比张大彪高 另外 孔杰手底下的两个师长都能被授予少将军衔 所以副军级的行志国 更有可能会被授予少将 毕竟资历在哪里白着 张大彪虽然也有可能被授予少将军衔 但是概率却会小很多 很可能在1955年 只能授予大校军衔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小伙子